喜歡小賣健康筆記的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還有多留言 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來討論 午時間的問題 其實午時間痛起來 真的好像蠻要命的 他會沒有辦法手提重物 那有些這個女性朋友 甚至說他連這個扣內衣都沒有辦法扣 另外可能會連手都沒有辦法舉起來 所以今天節目當中 就跟大家來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為各位邀請到的是 聯興國際醫院的這個 王凱平王醫師你好 小賣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醫生我首先來問一下 到底什麼是午時間啊 為什麼他會叫這個名字 午時間他本身名字來源 主要還是在他好發的年紀啦 通常就是在差不多50多歲這個時間 那但實際上的話 我們臨床上看過最年輕的 我有碰過30幾歲的人 就發生這午時間問題 所以說這牽涉到他本質 剛才說他是什麼樣的問題 他本質上我們醫學上叫做 年連性肩關節囊嚴 但這講大家不見得懂 太繞口了 但重點在前三個字 年連性這三件事 那其實他就是說我們的肩關節 大家可以想像 好這邊就好像一個碗這個窩 那這個手臂的骨頭就像一個球 這個球和這個窩 原本應該正常可以靈活的去活動 但現在發生了一些事情 結果讓這兩個東西黏在一起了 那他動不了了卡住了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典型 大家認知的50肩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所以我們叫年連性肩關節囊嚴 好那我可以直接說 因為他黏在一起動不了 所以我一定要把他打開 才能夠治療 沒錯 他本質上就是得要把他打開 對 那打開這個動作是最重要的 沒有錯 可是實際上真正講50肩 他也並不是只有這個症狀 他其實要把他分成三期 50肩的問題他分成三期 他第一期會叫我們叫做疼痛期 第二階段叫做年連期 第三階段叫做緩解期 那他其實有各自各自的狀況 我們剛才說的那種 年連期他一定要被打開 這是主義比賽年連期 這些我們要去做的事情 但其實前面這個階段 疼痛期 他比較重要的時候 就是我們其實要盡早發現 當這個只要 如果你在疼痛期就發現 這個其實是5時間 那其實問題簡單多 因為他還沒有黏住 我只要好好做好消炎止痛 就可以解決問題 這個很特殊的地方就是說 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些消炎止痛藥 好像只是治標不治本 但是我都跟病人講 沒有喔 在午時間這個第一階段 消炎藥就是治本的藥物 你能夠消炎 就能避免進到第二階段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提出來的 那剛才還有特別講到 一個緩解期 緩解期的地方 他比較容易出現的問題 就是說他其實沒有那麼痛 也沒有那麼卡了 可是呢有些人這樣說 欸我既然聽到緩解期 好像他自己會好 不是喔 到了緩解期的話 我們就跟他講 你一定還是要把 他就像火苗 還沒有完全撲滅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去撲滅 不然他會很容易發生這種 可能三個月半年 他就跟你好像發作一下 發作一下 結果你每次去看醫生 醫師都覺得 這不是什麼問題啊 三個月半年才發作一次 這應該不是午時間吧 就很容易被誤診 所以如果是進到緩解期 午時間 我說你一定要把火苗撲滅 把它治好 所以這個三個階段 要注意的事情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你剛剛有提到 方堅一直流傳說 午時間會自己好 只要你忍耐一陣子 忍過之後就好了 這個是錯的 我不認為是對的 就是說這種事情 他說他確實會進入一個 緩解期的階段 但其實這個階段 常常是就是沒有好完全 那判斷午時間 我們最重要做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最常見 最重要是這個所謂的 外轉的動作 或我們要想像 好像是把東西這樣 撥開的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通常是最容易出現 最早出現 而且是限制最大的 那被很容易被忽略 所以第一個 一定要先做這個測試 第二個是直接測台 試著看能不能貼到耳朵 基本上大多數的人 有五十件的時候 可能大概只能做到這樣子 連這個水平都過不去 所以第二個可以測試這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呢 就是我們講的 像扣內衣的動作 男生可能講說 像掃吸的動作也可以 絕大多數 就是女生的話 發現都是自己扣不到內衣 這個動作 在我們講說 是內轉的一個角度 內轉的角度做不到 或者說像男生這樣 掃吸放在腰部的角度 都做不到的話 這是第三個 就測試五十件的動作 所以可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懷疑自己五十件 可以試試看這個動作 有限制 兩手有差異 你就趕快早點看醫生 然後再來是 剛才也牽扯到 我們來說的三分三階段 你也不要等到 這三個動作都出來啦 其實常常就是在 第一階段的時候 他的疼痛問題 你有時候發現 我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這三個動作都會痛 你就要懷疑自己是五十件了 不要等他真正卡住了才來 因為這三個階段 我們講他會各有各的關鍵 疼痛期間 其他特色叫做痛而不卡 所以你要注意痛的這個事情 一二三 這些動作都會痛 趕快看醫生 那到第二階段 他是年連期 他就又痛又卡 基本上在這個階段 大家都會來看醫生 那到緩解期 他堅過去以後 就會想說 一樣你還是要測這個動作 你可能發現 測台OK了 扣內衣也OK 有些女生通常都說 我扣內衣也什麼都行 但是你要發現 這個動作還是不行的時候 你就記得就是火苗還沒撲滅 你一定要來把它處理好 那醫生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五十肩常常 耗發在五十歲以上 而且是不是女性比較多啊 嗯 對 這個是女性比較多沒錯 但是其實基本上 特別講為什麼的話 我必須直接講 五十肩本身 這一個它到底 為什麼會發生問題 醫學上還根本搞不清楚 這是實話 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五十肩 它本身怎麼發生的 根本就不清楚 那所以這類型的話 我們就比較沒有辦法 特別說回答說 為什麼是發生五十歲 因為它整個機制不清楚 但是合理的一個推論 其實絕大多數 我們這種退化性的疼痛 幾乎都是在五十歲左右 所以五十肩目前的判斷 它非常有可能是因為 就是五十歲左右 一些肩膀周邊的一些肌腱 它其實先受傷了 然後後來出現一些 這些傷其實慢慢累積 累積到五十歲 它出現了一個比較大量的發炎 然後所產生的一些問題 所以跟其他肩部一些 退化性問題一樣 都耗發在五十歲左右 也就是它是問題的累積 那第二類型的是 所謂的就是 續發性的這種五十肩 那這種續發性五十肩 就比較沒有年齡層的限制 但凡你肩膀受過比較大的傷 不管說你 像我們碰過的 就是有骨折開刀後 續發五十肩的 那包括骨折可能鎖骨斷掉 或者是正式肩膀的骨折 或者是說什麼 它可能就是所謂的 我們叫做旋轉肌秀斷掉 就是有肌腱斷掉撕裂傷的 之後痛很久 它產生五十肩的 所以這種叫做續發性五的 這種五十肩 那這種的話就剛才說的 就很明確 通常都會到三到六個月之前 它可能有一個比較大的 肩部的傷害 慢慢越來越痛 之後又要卡住了 這種就比較早出現 那如果說我肩膀痛 就叫做五十肩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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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剛才說的 第一階段的疼痛 其實是最容易被誤診的 五十肩最容易被混淆的 包括幾個剛才第一個講 剛剛有兩條旋轉肌秀損傷 特別是我們叫做 急上肌腱的損傷 因為急上肌是從我們 大概肩膀這個區域 走到這個位置來 那它的特色是什麼 我一測抬就會痛 所以這個動作很容易 就是被當成是五十肩的 因為五十肩也有這種 測抬動作會痛 所以這個很容易被誤診 那第二個容易被誤診 也是這種測抬動作 因為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肩峰下滑囊的東西 在這個抬上來動作的時候 我跟病人講 你這抬上來動作 正常來說這個天花板 應該要閃開給它過 但是在這種狀態之下 有些時候情形 它上來的時候沒有閃開 結果去夾到這個下面的滑囊 就發炎了 所以就有時候 或者說肌腱滑囊或肌腱 所以我們這個叫做 夾脊症候群 這種是第二種被誤診的一個情況 通常這兩個是最常發生 誤診的情形啦 所以說就是 並不是特別講說 就是只要有某一個特定的動作 它肩膀會痛 就是五十肩的問題 很容易混淆 今天我會教大家三個 自我的訓練 第一個動作是爬牆的動作 首先我們會面向牆地 大概是一個手臂的距離 接著我們會把換側 從低處碰到牆地開始 慢慢的往上爬 讓在過程中 希望不要出現手肩的動作 如果出現手肩的動作的話 我們就要暫停 停在這個高度 然後再慢慢的往下 那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在正面的時候做一次 在側面的時候也做一次 那每個方向我們會做十次 然後一天三組 第二個運動是中擺的運動 我們會利用一到兩公斤的壓力 或是700CC的水平 都滿水 那在動作的過程中要注意 我們是利用身體 還有腳的地方來發力 而不是用肩膀的力量來帶動 第一個方向 我們會做前後的方向 我們會利用腳跟身體 往前往後的力量 帶動手去做出前後的擺動 第二個方向 我們會轉成兩隻腳是平行 接著用身體和腳左右擺動的力量 來帶出手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每個方向我們會做十下 一天做三組 當你比較熟悉身體和腳發力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著做化圓的動作 第三個動作會像是洗澡拉毛巾的動作 我們可以用棍子 如果家裡真的沒有的話 也可以用毛巾來代替 這個動作我們會把棍子放在背後 接著我們的換側坐在下方 然後放鬆上面的手盡量的往上拉 讓你覺得你的手有一點點疼痛即可 我們要注意我的肩膀不能有往前 圓肩的動作 我們要盡量把我們的肩膀打開 再做往上拉的動作 這個動作我們會做十下 一天做三組 五時間如果不處理 嚴重的話會變成什麼樣子 因為我覺得媽媽很能忍 對 媽媽超能忍 對 超能忍 對 我們剛才舉的那些例子裡面 就是我碰過就是說 他就已經第一次 他就已經撐到緩解期 對 然後他其實那兩三年之內 他就斷斷續續的就是肩膀痛 然後就是去看診的時候 反正我也忘記他到底看中黑些 不用特別講哪個醫啦 反正這也不是別的意思的錯 就是那個階段很容易被誤診 他就這兩年內斷斷續續的去看醫生 都被當成是當純的肌腱炎 然後可能就給他吃個消炎藥 可能或者是打個針 那就好了 結果他到第二年第三年時 就覺得說這樣消消炎也不是辦法 就跑來看診 結果一撤就撤這個動作 五時間 所以跟他說你這個根本 所以我們這時候幾乎像算命一樣 就跟他說你大概兩三年前 是不是有一段時間 就肩膀很痛痛到怎樣 痛到連撤睡一撤睡一壓到就會很痛 他說有 然後你問他說 你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時間 肩膀整個卡住就動不了 他跟你講有 他說是不是後來就好像比較好了 他說對 基本上他就是大概兩三年前 就是一次標準典型五時間 然後最後進入緩解期 他其實還沒有好 那他就斷斷續續一直發作 一直發作一直發作 到了這邊之後終於被準斷出來了 你是一個五時間的緩解期 沒有好完全 那時候你就把它當作 五時間治療後 他就OK了 對這種案例大概這兩年 大概就碰到至少大概有三到五例 那如果他不處理的話 他就是會一直的反覆發作 有沒有說最嚴重 他可能會變成他手沒有辦法動 或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到因為五時間他本身就是說 他已經是整個卡住的情形了 所以基本上他生活上 就已經非常不便了啦 那你說他要繼續往下 我們通常很少看到就是 真的很少看到 他到那種急性疼痛他真的是一直 堅過去的啦 因為真的超痛啊 除非有很少一部分的人 他的痛程度真的沒那麼強烈 他可能耐力真的比較強 他就堅過去 那堅過去的話 他說會不會再惡化成什麼 他就是進入那個緩解期 他就變成是一個反反覆覆的問題 會不會更糟到不見得 就是說不會變成說什麼好像什麼致命的問題 或什麼東西斷掉不會 但是生活品質只能講說就是非常差 平均可能三個月他就會要去診所打一針 那如果針要講話有碰過就是什麼 我碰過一個比較印象深刻的案例是 因為他每一次一發作 就去打針打消炎針 或我們就直白講 就是去打類固醇 但是他類固醇這打得太頻繁了 結果最後因為類固醇本身雖然能夠治療問題 可是呢他太頻繁太多次的打之後 結果那邊的肌肉肌腱變得比較脆化 就是變成是肌腱的斷裂 然後還有局部還有一點點骨質疏鬆的現象 這倒是有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要講 這個並不是五十肩本質上的問題 而是他的治療上的一個誤判 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如果真的要講的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這個案例 那五十肩的治療方法 除了剛剛您說的 有時候會用打針的方式來處理 要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他會走上開刀治療 五十肩要走上開刀治療 就是他真的譬如說 他真的黏住黏到你用這種 非侵入性的 不是非手術的治療方式 他都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就最後得要進去開刀房 就是等於是你麻醉進去扯 可是以現在的治療技術 就是說其實已經很少 很少要走到這個階段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我們就講他的概念好了 以前的概念是 因為我黏住了 那我當然就是只能用一些手法 去把它扯開 但其實這個扯開的動作 你不用想知道你硬扯 一定有可能產生一些這種 就是這種次藥的傷害 所以不管你是物理治療師去扯也好 或者是進去開刀房 麻醉以後扯也好 差別只有在一個就是 沒有麻醉的狀況之下 物理治療師幫你拉角度你會痛 去手術房幫你麻醉了去拉角度 比較不會痛 但是本質上都還是造成 一些蓄發性的傷害 所以現在最好的一個方法 我們還是認為叫做 所謂的肩關節囊擴張素 他的概念是這樣 因為我們就講了 他其實就是一個球和一個碗 去黏住了 但是其實如果講的更細緻一點 他其實不是一個球和一個碗 他黏住的比較是好一團保鮮膜 去把這個碗包住了 那這個保鮮膜我們要怎麼樣處理 其實我們就可以一根針 打進去他這個縫隙裡面 那你就在裡面灌水 那因為他像保鮮膜一樣嘛 你就這樣把它撐開撐開撐開 這空間撐出來以後 他其實就有空間了 但還是必須要講 他打進去的東西的話 除了灌進去的東西 我們通常會有一些 5%的葡萄糖糖水 因為5%葡萄糖糖水 他除了就是能夠協助 撐開這個空間 5%葡萄糖它還有 安定神經的效果 所以可以改善一部分的 神經性疼痛 再來就是因為這個撐開的過程 它畢竟還是一個很微小的破壞 所以我們還是會加一些 很低激量的類固醇 那低激量的類固醇 才不會說病雖然好了 可是因為它微小破壞 你好的過程很痛苦 這低激量類固醇 可以解決這種發炎性的疼痛 所以糖水是解決神經性疼痛 類固醇解決發炎性疼痛 最後我們再加上一些 玻尿酸進去做潤滑 這個好的過程其實就會 就比較OK一點 平均來說如果你用傳統的這種 就是這種凹角度的方式 可能要搞三到六個月 用這種新的方法它會非常微創 然後大概時間的話可能三到六週 那你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是針灸比較有效 還是吃消炎藥比較有效 我覺得還是本質上的不同 我覺得在第一階 其實針灸應該說針灸它在三個階段 都有角色 消炎藥的角色的話 其實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可能是最重要的 因為它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發炎反應非常的強 所以適當的吃消炎藥它是有必要的 甚至我們說也會跟患者交易 就是說類固醇大家平常聽了 好像就覺得很恐怖 可是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面 適當去打類固醇也是必要的 對 那針灸的 所以這些不管是口服的消炎藥 或者類固醇 它其實目的都是在解決 這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很強的發炎反應 但針灸的角色 在三個角色比較像是 第一個它針灸 就有一些表層的止痛的效果 第二個事情是 它可以達到一些飢餓的放鬆 那飢餓放鬆這件事情 你會覺得說好像聽起來 很普通啊不是很重要 可是沒有這是錯的 因為在第一階段第二階段 它都會有很強烈的疼痛 所以患者的肌肉 會因為這個疼痛 而達到就是很容易繃住 所以針灸放鬆肌肉這件事情 一樣能夠改善這個問題 那我們的經驗上 五時間的角度限制 大概有可能70%是真的因為黏住 但其實可能有差不多20-30% 是因為它這些肌肉緊繃 繃久了它的肩膀 忘記怎麼做動作了 所以針灸適當的針灸 能夠幫助解決這些問題 那當然前提到還是什麼 那個要訓練肌肉 你還是必須要一些物理治療 那物理治療加上針灸這種方式 一個是重新訓練它 一個是幫助放鬆它 這是相輔相成 所以這兩個角色不太一樣 好那我相信醫生一定有 在公園裡頭看過 公園現在都有那種簡單的運動工具 然後常常就可以看到很多長輩啊 在那邊拉單槓 然後跟他們聊天 像我媽媽自己也這麼說 他說我這樣拉一拉我就可以預防五十肩 這有用嗎 我覺得某種程度而言也不算錯 因為當它的這些正常在公園裡面 那些肩膀活動角度都很OK的狀況之下 你確實不需要擔心它五十肩 對那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其實很多五十肩 它也不是真的很清楚 它的背後原因在哪裡 所以你基本上維持關節活動度 確實相當的重要 所以我認為它其實是有幫助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如果已經有了五十肩 我去拉 對這就是我要講的 只是你不要把它覺得說說 雖然你可以對你的健康有幫助 肩膀健康有幫助 可是如果你已經有五十肩 你不要拿這個自己來當作治療的方式 那就是不對的 因為還是要講五十肩 它的第一階段的所謂的疼痛期 它其實一個發炎反應很強的一個時期 發炎的狀況之下 你第一個要做的事情是避免誘發疼痛 所以你不要在那個階段 你刻意的去做一些不正確的動作 尤其是在沒有醫療人員指導之下 去做那些會誘發疼痛的動作 常常就只會適得其反 所以發生了以後 其實你還是要去尋求這醫療人員 他們指導你一些動作 可能會比較適當一點 公園裡面的設備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所以五十肩的人他不適合做運動 我們會告訴他就是說 尤其是治療期間 你可以維持自己正常的日常生活 那這些日常生活意思就是說 你該拿什麼東西拿什麼東西 你該做什麼事還是做什麼事 那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是這種你已知那個動作 會引發你疼痛 那你就盡量避免 譬如說你知道你拿碗 你知道你曬衣服就會痛 那我只能請你盡量避 但如果你在正常生活之下 不小心造成那沒有辦法 那因為這樣講患者比較能夠理解 因為你也怕說你跟患者講說 你通通不能動 有人真的很聽話 他像掉三角筋一樣 幾乎都不敢動 結果本來還沒黏住 結果他兩個禮拜三個禮拜不動 他真的黏住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就是說 這種五時間的這種不同階段 治療的這種側重點不同 我們不會去跟患者講說 你很強硬的跟他說你都不准動 但是怎麼樣適度的動 我們還是想說 你就維持日常生活 椅子會痛的不要做 儘量閃 你真的不知道的偶爾 反正沒有關係啦 就當作是 就是當作正常現象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 酒店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 E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